2019年11月4日 我们16个香港人 由香港坐高铁去到深圳北 再由深圳北转车 去到福建省的福州 香港西九龙的高铁站 在2018年9月启用 这个高铁站有五层楼 这一层靠近路面 是专业卖票的 你看有一辣机器卖票 亦可以上网卖票 或人手卖票 从这个窗外看上去 就可以见到底层的后车室 然后这里面积总共有40万平方公尺 是全世界最大的高铁站之一 这个高铁站 是由美国的建筑师设计 仍然是得獎的作品 如果你肚子餓 你下去一層有公仔麵食 有西餅 有Sushi 和Sarbucks Coffee 我們16人 準時8.9集合 於是開始入閘了 拜拜 玩得開心點 多謝 謝謝 我們入閘後 到下層出境 這裏還是香港的領土 在這裏 我們用香港的身份證 離開香港 這裏是楚河漢街 一邊是香港一邊是大陸 一地兩檢 曾經引起很大的爭議 幸好立法局通過 令到旅客出入境都方便了 這裏是內地的領土 好 在這裏我們用回鄉證 或者護照 入去中國大陸境內 這裏是底層的後車大堂 你看樓底多高 樓頂又美麗 又有隔音的設備 四周圍玻璃窗 這裏很寧靜很光猛 好舒服的 這車由西九龍到深圳北 是要23分鐘 我們9點43分開車 這麼早 整個車廂只有我們16人 單程票價是港幣83元 你看一下高鐵的車頭 多流線型 難怪走得這麼快 碰到高鐵容 買到高鐵容 滾到高鐵飛 就可以了 第二次高鐵飛 收到高鐵飛 就可以去 批nde开 肌子 这是把柠檬喔 太归耶 这汤身 在深圳北到上海 我們在中途福州南下車 你可以帶自己的食物上車 或者在這裏買 或者在這裏買 有飯盒、公仔麵等 這車最快速度是300km 我們終於由香港來到福州的南站 可惜我們有一個不愉快的開始 你看這高鐵站 除了我們16個乘客之外 其他的乘客是很少的 你看這裏這麼寬闊 人和車都疏疏落落 本地導遊說 我們要走10分鐘才度假巴士上車 有人說內地人不排隊上車 這些是十幾二十年前的事 你看現在鐵欄設備多漂亮 不排隊上車都不行 我們那些老人家 七八十歲 有些背著背包 拖著行李 走來走去 都不見巴士在那裏 轉幾個彎 走到氣都咳 一吐氣 我們去過無數次 這麼多的旅行 未見過這樣的安排 行李 走到這裏 大家都要休息一下 都不知還有多遠才見巴士 我們十六人 由七十五到八十三歲 每人拖著三十磅行李 步行最少二十分鐘 才上到旅遊巴士 請問福州南高鐵站 設計時 有沒有足夠的近距離 大巴士停車處 讓乘客上落呢? 車站的管理人員 為何只准大巴士上落六分鐘呢? 那天是下午三點半 只得幾十人在車站出閘 人流這麼少、汽車這麼少 應該可以長些時間 讓乘客上落車 旅遊車應該在車站 嘗試在六分鐘內上行 有司機和兩位導遊 他三個人 應該可以在六分鐘之內 放七件行李進去的車 同時被最少九個人上車 讓司機走多一轉 便什麼都碰了 要不要讓老人家 拖著行李走那麼遠 我們希望福州南高鐵站 快快快改善乘客上落車的問題 讓以後乘客沒有那麼辛苦 現在走幾天 不走幾天 他們現在是去南美街 今天上明天早餐 就算是去南美街 是去南美街 現在是去南美街 都在南美街 這次的下午 沒有理由 發動 車禁哥 各位在這裡說一句 不好意思 因此他這裡 剛剛問清楚 連司機都說 他停車場 旁邊這裡 我們只能進站 可以進去 宋可以 不允許上限 是的 那他那個條例是這樣 我也沒辦法 不好意思 之後我再跟你溝通 明天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好嗎? 不好意思 影響這麼多的心情 好嗎? 真的不好意思